嗨,我是阿图,不想背单子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上一期视频呢,跟李老师探讨了 关于高校学生出国有哪一些途径的问题 这期视频我们给即将出国教汉语的小白老师 给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暖心的小贴士 在视频最后呢,李老师也介绍了 如果去美国做中文老师,要注意什么 以及在西班牙马德里教书的老师 有哪一些生活上的小插曲,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上次我跟阿图老师交流 其实我们也达成了一致 直播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 很经济,很有效率 之后呢,我们也会跟阿图老师 或者其他老师做更多的直播 对想出国任教的小白老师 您有哪些建议给到他们 好的,谢谢李老师 刚才李老师说到这些经历的时候 我心里就是,哦,好痛 戳了好几下 对,就是每一步都值得 稍微分享一下 今天下午我跟学生上课的时候跟他聊天嘛 他也是要参加澳洲的中文高考 他是一个母语为英语的澳洲孩子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他的是你最讨厌什么课 最讨厌英语课 为什么最讨厌英语课 因为英语太难了 英语好无聊 对,我说你是英语母语者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说你周末在家干什么 他说我周末在家跟爸爸一起干橄榄球比赛 但是他们聊天的内容是关于他的学校 关于他的学业 关于他的考试成绩 我说哦,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中国爸妈才会干的事情 因为我去过餐馆打工 我的澳洲孩子们 他们也在中学的时候就去打工了嘛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 他们跟我说 老师我今天中文课要早点 不然的话我的老板会把我发也掉 我就哦,好,我理解 就是我也这样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经历它都是值得的 作为中文老师 太骄傲的事情就是 可以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去交流 你们的经验互相分享以后 你会发现 哇,世界原来这么精彩 好了,说了好多题外话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你出国的目的一定要明确 你是为了赚经验 还是为了赚钱 我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很多老师问我说 做中文老师是不是可以赚很多钱 那他们问我的那个时候 我确实没有赚很多钱 我是自己白天要在学校里读研 然后中午这段时间 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兼职 下午呢给学生上课 晚上我又去做化妆师的助理 然后要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一天是打好几份工 又加上学业 所以对于我来说 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的微博的收入只能说 可能连交通费都算不上 但是我相信我当时赚的是教学的经验 还有我所有其他比如说学习 或者其他工作的经验 但是如果你要说到赚钱的话呢 要想一想如果我做当地教师 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我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就有赚钱的目的在了 OK啊那我前面的经验就慢慢吸累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想法就是 我只为了赚很多钱 我听说汉语老师可以赚很多钱 而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你的路会越走越窄 你一开始就会发现 跟你的目标相差太大了 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你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再说一遍 出国的目的要想清楚 是赚经验还是赚钱 赚钱这件事情 它会自然而然的形成 只要你前面铺垫的够好 你只要够用心教书赚钱这件事情 或者说你的生活的收支是可以平衡的 但是你只为了赚钱去 可能会让你很失望 那第二个呢 就是法规政策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个就是你要出国嘛 你就会有签证的问题 在签证上有哪些 就是需要注意的李老师比我清楚的多 这个要找李老师 那第二个就是签证机构和外派机构的 合同详细详情你要看清楚 它是把你派到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当地的签证政策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如果去澳洲的话 最方便最成本最低的方式是给你一个旅游签 但是你旅游签到了澳洲 你是没有办法去合法打工的 因为没有办法合法打工 所以当地的学校它会压榨你 就它我们所谓的黑工就是这么来的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 就不希望老师有这样的困扰 所以签证还有签证所有的条例一定要看清楚 合同要看清楚 找专业的 比如说对外汉语人俱乐部的老师 这个比较靠谱 我这个真的不是打广告 他们没有给我广告费啊 但是我兴趣他们的关注 看起来 对还有所有的粉丝 对我的反馈是 这个机构它是很靠谱的 下一个就是相互的责任和义务要搞清楚 就是很多老师会被压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们被机构或者学校说 你要这么这么做 比如说你不能迟到 比如说你给学生要怎样的任务 家长给你怎样的反馈 你要给家长怎样的回馈 这个是你的责任和义务没错 但是这个机构它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 第二个你的薪资是正常的 至少是最低工资 所以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要足够自信 我一直在强调千万不要被压榨 而且压榨完以后 自己的身心也会受到影响 对自己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下面一个就是目的语言和文化 很多人问我说 教汉语是不是英语 或者说学生的母语够好 这怎么说呢 是我可以相信 陈浸世中文是我们所有汉教人 最理想化的教学状态 但是事实是很多学生 可能你跟他说母语 他也不一定可以信服你 这有很多的其他原因 在直播间就不想说了 所以首先英语 你是可以正常交流的 这个是最底线 如果你在正常交流的基础上 你可以用英文来表达 或者用学生的母语 说出这些语法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学生问你的跟文化现象相关的 跟历史相关的 你可以很仔细地用英语 或者他的母语告诉他 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 因为教汉语不仅仅是语言本身 我们也会教一些语法 语言的现象 历史 文化 哪怕是实事 我们都会讲到 所以语言很重要 不要相信英语不好 也可以叫汉语这件事情 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 我把它排到很后面 是因为知识和技能 它是可以习得的 只有你前面 你在正常的正规的途径 到了当地 而且你是安全的 你是受尊重的 然后你知道怎么跟人交流 我们所谓的跨文化交际 再到后面 你的知识和技能 慢慢地去学 慢慢地去补 就够了 你不要觉得自己 我是新手老师 我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会不会误人子弟 如果一直抱着 这样的心态去教学的话 你就会被束缚住你自己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教的每一个内容 就会都很自我怀疑 因为你的不自信 学生是感受得到的 他们收到这些信息以后 他们也会觉得 我这个老师不太靠谱 我是不是有一个假老师 精致没有那么成熟的学生 甚至会欺负老师 然后对你来说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呢 再次强调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最后还是注意安全 一定要了解当地的 中国大使馆的紧急联系电话 当地的急救电话 时刻保持警惕 尽量不要单独出行 如果有学生邀请你说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你要让你的同事 你周边的人都知道 你去了哪里 跟谁在一起 大家什么时候回来 这些都非常重要 好 谢谢 谢谢阿福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安全第一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特别是在海外 另外一方面 我也是深深的感受到 其实有很多事情 还是要自己得上心 出国任教 很多方面是你不熟悉的 比如说法律法规 什么习惯当地的习俗 跟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都要做很多准备 现在疫情期间 还有很多的国际中文教师 特别是我们官方派出的中文老师 还在坚守在海外一线 我特别特别佩服 我个人表示非常非常的钦佩 可能有一些老师 也即使是在海外 也是在线上教学 但是仍然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在一个抑郁的文化里面 教学工作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 我们在国内工作 想象不到的挑战 因为其实我去的国家倒是蛮多 但是每个国家待的时间都不长 临时性的或者是短期的去看一看 走马观花式的去了解中文教学情况 在这工作的老师 每一个老师都非常在 做中文老师也难也不难 难的是你要准备很多的 像阿图老师刚才讲到的 比如说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的背景 这是相对来说是你陌生的 我们印象挺深的 当时就是招募到美国 从事中文教学 有驾照 而且有一年以上的驾龄 在教学你的面试再好 但是你没有 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你是不能入选的 包括到很多欧美国家 你会感觉到公共交通 拒不方便 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 跟我讲第一次 马德里去上课 上课完了以后很晚 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是需要坐火车的 但是他没有赶上最后一班火车 然后他就在火车站过了一夜 当时一个小女孩 刚刚去马德里不长时间 然后在西班牙语又不是特别好 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 又克服很大的心理的障碍 因为自己有点恐慌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又是容易的 那么你如果说下定一个决心 说我要做这件事 包括我印象当中很深的就是 阿图老师讲了很多 自己以往的经历 然后说自己是一个设恐的人 当然大家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自己非常笃定 我终将会成为一名老师 有了这一份笃定 那我相信各个方面就会很顺了 不管你做其他领域的工作也好 其他的经历也好 自己去学习也好 终将指引你成为一名 合格乃至优秀的老师